当地时间10月23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并发表重要讲话 2024年是大金砖合作开局之年 此次会晤是金砖扩原后的首次峰会 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建设和平金砖 创新金砖 绿色金砖 公正金砖 人文金砖等五项主张 宣布多个具体项目和合作计划 对此专家认为 五项主张既顺应历史大势 又把握时代机遇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 此次建设和平金砖 被置于五项主张之首 扩原后的大金砖人口占全球近一半 贸易量占全球贸易五分之一 专家认为在此背景下 聚焦创新与绿色的合作方向 是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一 像以中国为例 中国近几年在电动汽车 离电池和光伏产业等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优质产能 金砖国家携手通过打造绿色产业 聚焦于清洁能源 以及绿色的矿产等方面的合作 既能够提升它的含金量 更重要的是充实合作的含绿量 我想通过创新金砖和绿色金砖的建设 能够使得金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 继续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和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专家表示金砖国家要通过人文交流 为金砖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同时要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 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金砖国家要通过达到一个新的 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可持续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才促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性的变革 尤其是更好地反映新兴国家的诉求 践行这种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商共建共享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更好地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变革 尝尝一个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推动力 此外 此次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6次会晤 喀山宣言 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 在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等方面 变得更加的稳健包容